狭长型的屋框让采光进入空间而受限 如果空间里又都是石墙隔间 不仅阻挡了光线的进入 更让空间狭窄紧迫 林佳荣和彭照辉设计师 要如何突破困境呢 而且我发现主卧要大 除了现在的实地的面积大之外 你用了传统的玻璃隔间 让视觉的部分也变得放大了 是 因为其实我们一进到一个房间 我们通常很容易就是直接看到 墙面的部分 墙面的部分的话就会让你觉得 好像你一进来直接就把它 曲线了 对 你已经把它整个框框都看完了 所以就用了一点点小小的手法 主要做成玻璃的话 你的视觉是会往外延伸 这样子会无形之中会觉得 这个空间比你原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 而且你也用帘幕嘛 卷帘还有这边的拉门 需要隐私的部分还是可以做一些区隔 就是也有同事啊 朋友啊 然后或者是就是长辈啊 就会想说 那你用这个玻璃隔间 那感觉起来会不会很像那种 就是很像motel啊 然后外面的人 就是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啊 然后偷拍你在干嘛 这么时尚的现代的家 把自己的家形容像motel 就是怕被偷窥的一种感觉 对 会看到那种隐私外泄的感觉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既然我做了这个玻璃 那我要让它达到跟实体的墙面 有一样的效果的话 就是用一整片浮宽够宽的那个卷帘 而且一定要选不透光吧 对 因为不透光的拉下 你才看不到你一面动来动去 那个灯光打开 你才看不到那个动来动去的动作 真的是有经验的 真的很怕被亏 所以一定要做不透光的部分 你刚才讲到不透光也让我想到 这个房子是比较偏向于狭长型 因此虽然卷帘拉起来不透光 但拉起来之后没有卷帘的部分 整个光线就引进到 包括客厅 餐厅 厨房都有光线 对 是 因为如果只有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才可以你同时可以兼具 你要光的时候就有完整的光线 那不要光的时候 它就是完全的隔绝 也没有尽力 感谢观看